沒有 我們不會住黎宿 旅行社不會住黎宿 我們一定住在飯店 而且是住黎宿的飯店 譬如說日輝啊 或者是芙蓉啊 因為它那裡沒有遮陽 完全沒有 因為它都是明的啊 不用賣啊 那個那個都不用賣 所以它的很熱 非常非常熱 但是一年只有一次 金珍花一年只有一次 就那一短短的一個月 所以它時間很長 就是 就是 就是看到所有的女生都沒有在餐廳 不能 不行 絕對不行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們如果像我今天 我們今天有38位 我一樣交那麼多錢 為什麼你的房間那麼大 我房間那麼小 因為民宿的房間沒幾間 而且大小不一 所以沒有辦法去住民宿 所以旅行社絕對不會去住民宿 所以因為它第一個房間不夠 第二個它的房型不一樣 不一樣 那除非你包團 然後都是認識的喔 都要認識的喔 不然的話你真的會被打槍 對 一定會被打槍 所以我們不會去住民宿 所以我們只會去住民宿 所以我們只會去住新的飯店 所以我們如果去看六十蛋山 我們大概會去住日輝啦 再不是另外一個 再往南一點 再到陸園那邊 陸名 陸名 陸名溫泉間 陸名還會到陸名去 那是這兩家 比較高檔 那花蓮大家就會去住 芙蓉 芙蓉比較新 每人也有啦 所以要看客人的需求 所以你就看說你去民宿 絕對不會找到 明星社的人 絕對不會去住 因為那個住的就自己 搬石頭打架 對 因為它房型不一樣 那我跟你一樣啊 我今天都出了一萬塊 為什麼你的房間那麼大 我的房間那麼小 你房間還有view還有什麼 我的房間怎麼這樣子呢 不行 因為它房間舒服不夠 沒有不夠 所以 所以我們不會去住民宿 所以常常有人要問我 欸那個什麼什麼民宿 嗯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不會去 除非我們自己上玩 我們自己要去玩 才會知道 對 因為自己去玩才會知道 所以公司的話 我們先生不會去 大家要不要現在回頭看一下 像不像烏龜 這樣看就像對不對 因為它是 它是東西像 龜山島是東西像 它不是南北像 所以你一定要從這個角度去看 才看它像一個 非常像一隻烏龜的 有沒有 這樣看就非常像 不然的話 我們怎麼看它都不像 所以它的東西像 那最高點有沒有 那個最凸出來那一塊 就是四里一刀定 對 四里一刀定 對對對 這樣看就像烏龜了 你看那個頭在前面 烏龜的那個龜手在前面